羽山盟主 带路吧 走 快点 快 带上来 放开他们 秦斩 不想他们死的话 束手就擒 秦斩 他们都跳啊 啊 秦斩 别当着我的灭杀人 我要杀谁 你管不住 盟主 秦斩打上了我们六大门派 现在 他的属下中毒 千万不能放虎归山哪 就是 不能放过他 对 杀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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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大人 自古正邪不两立 他们人多势众 公主大人 莫要强求啊 我真是糊涂 到无时期 先找到解药才对 好 好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把血神医 给请出来了 很快他就会帮你们解毒的 现在这个局势 也没办法帮他 找个机会再把解药给他吧 诸位 当武之急是先炼制解药 不便再生是非 收队 盟主 不能放过这个大魔头啊 与辰 够了 我一一决 三日之后 开封城外 一决胜负 再坚持一阵子啊 快 坚持 三日 他们都不能再耽误了 这些政派真是麻烦 只能这样了 有人偷袭盟主 放手啊你 武林盟主 你先不要走 我还有个事情要求你呢 我会好好跟你双修的 武林盟主 你好歹是个武林魔头 有点联合不好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先答应我吧 为啥 不好意思 我只想冒昧地问一句 二位是来找我的吗 刚才说好的药找我解毒 对对对 薛神爷 我们就想找你 那个穿酒伞的毒 可以解的吗 解不了 但是呢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缺少一位 十分罕见的药材 什么药材 此药材名为六阳果 极其罕见 它生长在十分寒冷的地带 但是呢 却需要温泉之水来孕育而成 怎样 是不是很变态呀 那 长什么样子啊 有点儿像 掉了半儿的烂鸭梨 先回开封 之后再派人寻找 六六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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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潮的 这个词你都懂 六 六阳果 我 你有多少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正是此物 你这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们在路上的口粮啊 还包括回城的 你干嘛 抱歉千物啊 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水果来吃呢 不是水果吗 看这魔头装扮落魄 这些钱也够他用一辈子的 买了便是 这一粒果子 能在开封城内 买一座豪宅 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不缺钱 雨晨 现在多少人众多 已有六百余人 六百个人 那这些果子够了吗 应该够 应该够 我现在用六百条命 换你双修 雨晨 万万不可 六阳果的事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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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开 又准了 雨晨 你给我 拜见宫主大人 感觉怎么样 全部都好了 不信一摸摸看吗 宫主大人 我觉得我还需要抢救一些 宫主大人 我刚刚奋了一下 好嘞病又严重了 走开 宫主哥哥为了我们 已经够辛苦的了 你们俩别闹了 行行 我一看就知道你们好了 好不好 薛神医果然名不虚传哪 交道病除 可惜他的眼睛 还是没能治好 给 那老朽就就此告辞了 薛神医留步 我那边有个小孩 他的眼睛有点问题 不知道薛神医 有没有办法帮他治回来 眼睛 嗯 这此种病情 闻所未闻 医书上没有记载 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病 老朽 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自从我醒过来 发生那么多事情 一路上都让你们受苦了 这怎么能怪公主大人呢 都是那丁老怪 太卑鄙了 公主大人 您看这正习两派 都敢往咱们头上随意拉屎撒尿 我看 他是真把咱们当茅厕了 欺人太甚 嗨呀 都怪我老苗无能啊 对啊 明明都已经穿越了 干嘛还给他欺负不成啊 好啊 既然这个样子 那就好好当个魔头去给他们看看 公主大人 魔头怎么当啊 又不能令俸禄 那些什么名门正派 都可以有一个武林同盟 为什么我们灵鹫宫 就不可以一统邪派 好 妙 是妙 妙 妙 是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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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从丁老怪下手吧 新秀派句点众多 我总多名为新秀派 与我片妙峰相差不远 我老妙怨打头阵 就你 还是算了吧 你那小团团 得跑到何年何月啊 要是我去 今日便可踏平那新秀派 我来 大姐 就你这眼睛 韩依 那交给你了 谢公主哥哥 她是不想让公主大人 担心她的眼睛 那第一站 我们到底去哪儿好呢 公主大人 看底头 底头 底头 看 公主大人 非礼物事 你干嘛呀 公主大人 先去清风镇吧 我把吴老大带上去 遵定 我跟您讲 天气日 我这衣服薄 咱俩换完 我这衣服两个快 嘿嘿